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家? 不一定要是香港 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是你的家 夢想家丸子健 和你沉迷夢想家 好,歡迎大家來到夢想家節目 在身邊有來自德國彭林的沙律和Kevin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我是Calvin 我現在在柏林 是啊 我是Charlotte 是啊 你兩個人在柏林 你為什麼會去了柏林 一開始是打算趕著工作假期的尾班車 所以在這個稅數限制之前 就打算不如試試不要在香港生活 所以就膽粗粗地辭了分工 就走了去柏林 稅數限制 稅數限制是多少歲 但是因為 德國的工作假期 稅數限制是30歲 可能有其他地方 例如澳洲那邊好像是35歲 比較久一些 但是為什麼我們選擇去德國呢 就是因為一開始 其實我們是用剔除法去選擇 德國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又不想去一些 好像 別人一說起Working holiday 就會提到的地方 例如日本 日本、澳洲那些 澳洲那些 沒錯 我打算挑戰一下自己 但現在正在挑戰自己 最後沒有什麼選擇的情況下 就選擇了德國這個地方 當時就覺得 可能這個地方比較歐洲中心 到時我們來到這邊 就方便可以到處去 但當然最後現在暫時來說 都是事與願違了 是 但我想問你們那個 那麼特別的除法呢 就是你們 是不是本身兩個 都很有那些語言天分 那些 就是我不會說德文 我 又不會說日文 那我就想 我選不到 當然都是我超了0 語言天分就不是很強的 但是就想著 都應該學到吧 就是為什麼我們到最後 會選擇柏林 就是因為柏林始終是德國首都 想著那裡 有多些不同的人 其實說英文都應該生存到的 那我們就選了一個 叫做自己 都叫做有些信心的城市去 我們選來德國之前 我們是完全沒有學過德文 我們選了之後 那大概各自花了一年的時間 去上課 但其實都只是學了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你在那些國德學院那些 是嗎 是啊 是啊 但是那時候真的一個星期上一課 其實是很輕鬆 就是很 學完都好像不太知道自己在學 那樣 就是等於不懂地過來 其實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知道來到這邊 都真的一直用英文說 嗯 講不到幾句 即是就算去餐廳 叫食物 都要拿個Google的字典出來 就是翻譯完之後 接著再聽它怎麼說 才敢說一兩句 但最後都是這樣 Thank you 那就是膽粗粗 叫做 覺得是相約著 這種情侶 那種 過去闖蕩了 都可以這樣說的 叫做 因為我早就過了這個 可以Working holiday的年紀 那已經完結了青春 那我就想想 我們都快沒有了 搞錯 我何來勇氣呢 你們兩個 就是 我沒有青春沒有勇氣的 你們那時候 就是一個青春 所以就 勇闖 那當時在香港 為什麼這麼大決心 說要去到試試外國生活呢 就是 是不如意啊 還是 就是 日子都是這樣的 所以 搞一些新的意思呢 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那時候讀大學的時候 我就有去那個 交易去芬蘭的 是 那我都叫做 嘗試過在外國短暖生活過 但是他呢 就什麼都沒有試過 那所以呢 就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個人 就很想 其實人一輩子流流牆 我沒有理由在香港 就這樣打一份工 轉下工 就這樣 那就算數的 是啊 那就算了 然後就想 都真的要試一些 可能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嘗試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勇氣呢 所以就由 訂機票過來 之前兩三年前 已經 開始草落 哦 就是湧動著 有空就湧出來 是啊 說就說了可能兩三年了 到最後 真是拼取呢 就真的見到 咦?好像真的三十歲了 那就真的要拼取了 就趕著在生日之前 就真的要出發了 哦 那就是在那個 29加1那個關口 就準備了 就進發了 沒錯 29加0點幾幾的時候 就鼓起勇氣 就真的覺得 好像要去了 真的要辭職了 不然這一輩子 可能真的沒有這樣的機會 去外國生活了 或者真的一個這麼長時間 就是 有很多朋友都說 哎 那你用不著去 工作假期呢 你們那些 浪費歷程 都有三個月 為什麼要過去這麼久 是啊 但是又覺得 好像可以體驗一下 在那邊 又可以打工 又可以到處去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我挺想做的事情 是啊 始終你去旅行 那個心態 還有我們現在 在這邊真的有份工作 就是每天好像真的 遇上生活 要生活 要生存 要吃飯 要生存 要生存 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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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生活 就真的很不同的感覺 是 那個三十歲的關口 鼓起了 那你一飛到來 你什麼都沒有 那你兩個再大勇氣一點 那開始怎樣 怎樣住 怎樣成這樣 我們那時候 就很天真的 我們來之前 就只是 預約了一個星期的住宿 就想著 哇 好勇敢 你覺得經濟很好 真的 太天真了 有兩個星期 確認的住宿 就想著 在那個時間裏 就可能可以 找到一個地方住了 但後來發現 那其實真的 真的很困難的 就是一來到就倒數了 是啊 還有我們剛剛 我們是 聖誕 十九號出發 二十號來到柏林 就是 我們來到 一個星期 就已經是聖誕節了 那起碼沒有一個星期 所以 所以 後來發現 不行 那就立即上網再 訂多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的地方住 就是前頭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 讓我們去找一間可以長住的屋 在這邊 是 頭兩個星期的生活 就真的每天 在房間裡面 就不斷上網 一直在看網 一直在找 究竟有沒有得找屋住 然後又看到 哇 原來有人說 找屋很難的 然後說怎麼辦 怎麼辦 是不是要長住這些 短租的地方 但是就 很幸運 是 幸運的事就發生了 是啊 幸運的事發生了 就懷疑自己 在香港沒有的運 就帶了過來這邊 然後我們就 不知道 那些頭一個星期 我們已經在上網找到一間屋 是可以給我們租的 還可以齊齊所有事情 就是 譬如你如果在柏林打工 或者在德國打工 是需要去那些 類似香港的民政署 你要做一些 你要有一個戶籍 在這裡 如果你要打工的話 你要登記一個戶籍 是啊 但是就不是每個租一間屋給你 都肯幫你登記這個戶籍 剛好這麼巧 我們現在的屋主 他又肯幫我們兩個都登記 總之就 超好人 找到這個屋主 哦 好人的 因為我們直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在住這個地方 大概已經住了一年了 下年開始 我們就在找地方搬 搬屋 但是就很幸運的 因為這間是我們來到這裡 第一間 上去看房子 看房子 看房子的地方 找到 覆蓋到 然後看到就已經 確認了 哦 那要不要說一個環境 就是旺中大靜 非常是正 無敵海景 環境這個都有一個 還是脆綠山林 環境我們都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分享 這間房子就是一個叫做 洛南多夫的一個車站附近的 嗯 我們其實住了一陣子 接著經過屋主跟我們說 我們才發現 原來這個地方 是在柏林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一個 同志的一個社區 然後說 原來一出街的時候 會見到一些 變裝的人在這裡走來走去 那我們都見識過很多 都挺有趣的 彩虹的地帶 對 車站是彩虹式的 它直接的車站 是有彩虹的危紅燈圍著 就告訴你 這是一個很出名的LGBT的地方 他們有沒有歧視你回頭 沒有 其實我們都很感恩 其實柏林是一個 很多元化的地方 柏林是很多 不同種族 不同種族外國人住的一個地方 就是很多不同語言 很多不同國家 所以我們很幸運 就是我們沒有怎麼面對一些 所謂歧視的事情出現了 這就是柏林的好處 那一會兒回來再跟大家說一下 整個柏林的狀況 夢想家院子健 和你沉迷夢想家 我回到夢想家節目 我身邊有Sherabes 還有Kelvin在這裡 說一下德國的柏林 你倆都勇敢 青春無敵 勇闖了去柏林 那我老過你 那我又沒有膽 那當然是讚的 真的沒有膽 都那麼大膽 還要去到一個人的彩虹村莊 那裡 你們兩位異性戀者 是不是 我想問 那時候是不是他看中了你們 其中一個 所以送蠔給你們 怎麼說的 就不是看中了我們 但是他們就很 看中了Kelvin 看中了Kelvin 我們現在屋主是空姐 自首的職業 是的 沒有看中他的 但是 看中你 可能是 覺得他挺像的 他們很流行 看屋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interview 我們就可能 這麼幸運 聽得來 聽得來 又過到他的interview 又說到 不過其實我們看屋的時候 已經是直接講英文 我們都免得 把我們很水皮的特文顯露出來 所以用英文就可能容易溝通一點 他又聽得來我們說話 到最後就租了一間屋給我們 還有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的屋主其實 之前他有一個香港的屋友 他們都挺好的朋友 所以可能香港人 對於他來說 是一件很容易相處的一個人 所以就覺得 看得重要 合得來就租給我們這樣 嗯 哦 就開始 即是有個好屋主 然後就開始了 那你們的 德國找工記是怎樣的呢 那你找到一個地方住了 那 終於叫做安頓很下來 那就要開始找工了 澳洲啊 英國 大概我也知道 那在白林 你們找到什麼類型的工種 可以令到你們 長期在這裡生活呢 一開始 其實我們都是在網上 見到什麼就發聲 因為一來 不用說德文的話 那其實可以找的就沒什麼多 簡直是 有些地方請遊戲的那些 試玩員 翻譯員 那些所有 我稍為懂的語言 可以去 見到的工都傳光了 然後有些銷售 我之前一開始 就傳做 臭小BB 那些baby sitter 那些 這邊都有很多請 請baby sitter 那之後 有找一下 那時候 想找的 那後來 是不是什麼都找不到 呢 那 對 我猜我們都找了一個月左右 因為剛好那時候 第一次鎖定 那時候 真的很多都石沉大海的信 然後 後來 就是他 對 我就逛逛逛街 然後 就看到 德國的Muji 就說要聘請人 那之後 我就說 不理了 Muji 走到進去 每個人都亞洲人樣 又很nice 那樣 我試一下 傳一份CV 過去 看看有沒有人來我們 那 那之後 就 那麼巧 我真的覺得自己 好像在香港的尾 都拿了過來 那樣 那麼巧 其實他在柏林本身 那兩間店 已經請了 救債人 但是他就 因為要在柏林 想開一間 flashship store 然後他就需要大量的人手 去幫他 由set up 店開始做起 他們就連 你完全不懂得 去跟客人說話 都無所謂 因為他們需要人 去做些努力 可能搬貨 把貨上架 這樣做 執監貨 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聘請了 那當然是聘請誰 聘請了Sara 一開始 就是他收到回覆 就叫他interview 然後他就見我 好像穩定都沒有回覆 然後他就叫我 你也是沒用的 對啦你跟我去做 對啦 你找那些 不要這樣啦 做著先啦 對啦 你想做sales 就做著先啦 你過到來 食物鏈的最低層 你甚麼都試了先啦 所以我就 好啦 我都小小的氣 就發封上去 就見啦 還有那時候是lock down 然後我們所有的interview 都是電話 WhatsApp Facetime 去interview 那麼好彩 兩個都請 對啦 可以上班啦 但是我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麼我們就要再商討一下 什麼時候才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那最後就五月初 開始這份工作 對 終於不用Holiday Holiday啦 可以真的有Working 和Holiday 那你覺得這裡的服務 跟Muji 和香港 和日本的差距是怎樣 有沒有在這裡呢 還是你其實因為去的Dom 所以其實都很快已經完全上手 還上手得過他們的本土人士 其實我覺得分別就不算超級大 因為他們都很想把日本那一套的customer service 那種禮貌啊 哲人啊 那些呢 套落在德國那裡 可能對於他們來講 我們都有一個so call 叫優勢 就是我們比這裡的當地人更熟悉這個brand 嗯 所以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就容易adapt過他們的 哦 那其實比較快就適應到那個文化的 對 那個文化和節奏 因為這麼幸運呢 其實我們的supervisor senia那些呢 就是真的聘請我們那些人呢 其實沒有幾個是真的德國人 好 亞裔多了 都是 日本人中國人 都是 泰國人 泰國人 越南人是很多的 是啊 即基本上只有一個還是兩個 是純德國出生的人 是在做我們的senia 哦 所以就比較容易去到 配合整個工作的文化 嗯 都住了一輪這樣 那難不難相處 其實跟德國人去到工作 或者你去到服侍他們 就是難不難搞的 例如客人呢 老一輩那些 老一輩那些 可能會比較 高要求 高要求 會不會嫌疑你們 喂 大哥你都不懂得說 搞錯 你們想死嗎 會啊 就是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老一輩他們 可能大部分都 英文不算很迅速 所以他們會繼續跟我們說德文 但是我們又好像跟他們 變成了經常合作 然後他們可能會有少少不耐 不是 我簡直有一個客人 試過用德文問我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德文問我 我說 你來了多久啊 然後我就說 大概一年差不多 是啊 然後他就類似用德文 罵我 有什麼理由你來了 德國一整年 你還是說這樣的德文 我覺得你應該要努力一點 他跟我說 然後我就唯有笑著 這樣 是啊是啊 我正在學著 但是就比較 年輕中年或者年輕的 那些都 比較容易接受的 比較容易接受的 是啊是啊 都容易接受 那麼在工作的環境那裏呢 就是說跟其他同事的 這樣的情況呢 會不會語言上 還未溝通到 或者怎樣 幸好就是我們的 先年一開始 因為我們已經開中名義 說我們的特文一開始 就真的 很有限 所以他這樣 很無印 很簡約 對 很簡約 一隻字 兩隻字 然後三隻字 就完了 所以他們一開始 都體諒我們 都盡量 怕我們不明白 就會用英文 跟我們去溝通的 但是後來 做了之後 他們都有跟我們說 但是就盡量要 學好一些德文 始終可能對客人 我們認識德文 會好一點的 所以我們上兩個月 開始了這個半工讀的生涯 是 有一個月就是我們 早上上班 晚上就去上課 學德文 這樣 這樣就叫做 追上一些進度 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麼突然之間 有決心要去 真的不可以再這樣 只是在YouTube 然後學 因為有一天 我們有個上司 然後我們在房間 吃飯 然後我們又繼續 用其他的語言 在跟其他同事聊天 然後突然之間 一個上司走進來 用德文說 就說 不可以再跟這兩個人 用其他語言說話了 一定要用德文說 已經不再努力了 這樣 不准再縱壞他們了 他出發點是好的 所以我們真的練好德文 是啊 這樣就逼你 然後每一次 一見到任何的同事 跟我們說英文 甚至乎是中文 或者普通話的時候 然後他都會靜悄悄地 在後面數出來 跟我們說 說德文啊You 這樣 這個是挺有趣的經驗 稍後回來再說說